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有的时候你的思维是矛盾的 你的生活观念和态度都是矛盾的 甚至你的性格 那这是哪里出现问题呢 是不是自己生病了呢 不是不用担心 其实红鹤也是 红鹤的这种矛盾心理 比大家的可能还要重 我不知道大家的血型是什么 我是AB型的 就是AB型血型的人 一般都是有这种自虐的这种现象 矛盾这种心理 自我批判和自我反驳 自我否定 我说这是个好事 当一个人能够发现 自己具备了这种自我批判 自我博论 自我否定 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有上帝心的人 也是一个有思想有价值的人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潘子来潘红鹤 那我认为的话 他伤害不了我 因为最能够伤害我的 就是我自己 我每天失眠 我每天反思 我每天批判 我每天否定我自己 我每年都在否定我自己 因为我知道 我最懂性格的人 只有自虐了 才能够让自己活得更舒坦一些 那么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首先我们要证实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是一个好现象 但我们如何来证实它呢 就是人都有两个我 一个内我 一个外我 大家认同这句话吧 这个内我是什么呢 内我就是那个原始冲动的你 那个原始 那个原始当中啊 包含了肮脏的 阴暗的 自私的 暴力的 偷窥的 我不知道啊 大家成年的男孩 有没有手淫这种习惯 这个不要笑的啊 我今天想说出这样的话 就告诉所有所有的人 每个高大上的 每个阳光的 每个正面的 那都是荣耀的 那谁会跟你说这个事情啊 但是这个事情确实存在 当见到人民币的时候 你想不想先把这个钱拿到 当见到利益的时候 你想不想把你身边那个哥们踢掉 都有过 红鹤也有过 我相信每个人 正常的人都有过 那为什么 很多人能够什么呢 能够克制自己呢 哎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拥有了原始冲动 那原始需求的时候 你什么呢 你要克制自己 能克制自己的 那就是一个智慧者 那就是一个情商高的 克制不了的人 那就是什么 没有进化好的 你看动物和人之间的区别 在于什么 动物想交配的时候 随时都会去交配 但人呢 人不行 人得穿上衣服啊 然后找点小情调 然后呢 关门 是吧 怕别人看到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所以外我就是控制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克制 你比如说减肥 减肥的人啊 他什么 他就是在克制自己的 原始的需求和状态 我相信啊 能够减肥成功的女孩啊 他都是有一种克制的啊 这种女孩啊 他在物质上 在精神 在思想上 他都控制了自己 那为什么有的女孩 他就是减不了肥呢 控制不了呢 他太放纵自己了啊 这个观点可能是有点偏激 但只是佐证我们今天聊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案例吧 所以外我啊 才是我们社会当中的社交 他包含了道德和法律 打个比方 说我想赚钱 我不要你赚 那我把你干死了 那这你违背了法律啊 法律是什么 就敬畏啊 道德是什么 良知啊 当你有了敬畏 我怕什么了 我不能够天天那个骂你 骂你 我可能就被通缉了 这就是敬畏吗 敬畏就是法律 道德往往是良知 说什么是道德啊 道德在哪里 道德在这 道德不在这 也不在眼睛 道德是在心里 道德就是一种良知 有人说是开悟了 开悟者有良知 开悟是良知的第一部分 所以当我说了这些过程和分析之后 总结一句话 就是当你出现大脑当中的矛盾的时候 你应该庆幸 因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外我来控制着自己 让你知道什么是道德 什么是法律 什么是应该做的 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如果没有矛盾 就一根线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这个人很容易成为狗盆子 傻袍子和钢筋 很容易犯罪的 很容易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 也很容易什么呢 很容易失败 大家说是不是 说我今天想一个项目 我就干了 没有一个外我 外我就要分析什么呢 我投入多少 我产出多少 我绿绿绿在哪里 我的合伙人在哪里 为什么大家能够跟我合伙 谁能帮助我 我怎么才能卖得很好 这就都是外我 外我事实上是一个系统思维的一个范畴 内我呢 是一个单细胞的一个思维 什么也不用想 我喜欢 我喜欢我就愿意 就是这样 你看很多很多做传心的都是这样话 他就是一个单细胞 他没有进化好 很多很多做全反的也是 我喜欢我愿意 他不会考虑那些系统的思维 也不会考虑道德和法律 更不会考虑良知和敬畏 所以当一个人的脑子当中 有两种声音 恭喜你 你真的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你真的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你不要痛苦 你应该庆幸 因为你不要自己痛苦 法律可能让你痛苦 道德可能让你痛苦 生活更会让你痛苦 我是红克 每天也带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脑子里有两种思维 是不是矛盾这个话题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我的观点 谢谢